有關那個這個第八次上課啊這個 Python 我們主要是 List的用法 這個List的用法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有一連串的東西啦 其實大部分的東西可能是從什麼 Excel裡面 轉成CSV 然後你當然轉CSV中間會加豆點 可是 如果你希望那個豆點自動幫我把它切開的話你可以用Splitter Splitter有個方法 切嘛 Splitter 切完之後你要放哪裡呢 特別是你就把它放List裡面去就好了 他就會一個一個 幫你全部切開之後就放在一串的一個List裡面 這樣的話你將來就可以拿這個List來使用 使用的方法當然不要就是 第一個啦 你要存取哪一個 比如說這個他是一串的嘛 所以如果你要存取第幾個你就告訴他是 中瓜糊 0的話是第一個 一直到最後一個最後一個就是LEN 有沒有LEN的一個函數可以存取 他總共有幾個 那 當然記得要減1啦 因為最後一個一定是因為從零開始所以要把它減1 那我們有練習用那個串列的方式輸入資料 你也可以一個個輸入 或者你可以把 成績變成一個TST的檔案 讀進來 然後也可以做出 那個最後的結果 最後我們有改練習用那個會員 資料啦 這個會員資料是一個CSV的檔案 也可以把它讀進來 這個是上個禮拜 比較重要幾個部分 那 程式部分的話 其實也在雲端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啦 基本上 List的使用方法 還有一些我們可能沒有提到的 不過 大概我們會 上個禮拜有提到的 比較重要的 就是像 那個 我們第幾個 有沒有 N 這個有個N 等於 有沒有 LEN 對不對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第幾個存你要存取 但甚至他可以是存取第幾個 1到 比如說你要存取 第幾個到第幾個 你可以這樣敘述 或者是說你要刪除啦 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利用 這個方式 裡面我有提到的 像還有Insert Remove 甚至排序這些都有 那當然我們這個範例裡面沒有全部用到 不過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也可以試著把這些 這些相關的方法 可以用用看 比如說排序啦 你也可以把成績 假如說成績有高有低 那如果說你希望排序之後再輸出的話 你就是點Sort 他就會幫你排序了 那這個排序的話呢 一定是 由小到大排序 OK 由小到大 那如果你要由大到小怎麼辦 其實你順便可以Sort之後再reverb就好了 把它翻轉一下 他就會由小到大變成由大到小 反正 諸如此類 也可以在 因為有時候你剛好需要某個功能 你可以去查一下有哪些可以幫你做出來的動作 那上個禮拜就是說我們把那個 成績部分 假設怎麼樣呢 用成 外部讀取 比如說我把它存成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話呢 就是叫什麼 CH 點 那個 TST 那這個檔案的話你可以利用什麼 這邊 假設成績我們之前是 一個一個慢慢輸入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他可以 一次的全部就輸入的話 那我可以在這邊 在我的 專案的下面 這個 記得在這邊 按右鍵 可以什麼 新建一個 檔案 檔案的名稱的話 你就叫什麼 CH 假設我是CH CH.THT好了 那 打開之後他會裡面可以讓你輸入成績 那也許我會可以怎麼辦呢 就是一個 成績中間串一個空白 再一個成績 也就是說我這邊有這麼多人成績啦 以前的話要一個個慢慢輸入 假如說你有10個20個30個已經都輸入完就連續輸入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要讀進來的話就是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你可以利用什麼利用那個 也是file open的方式 可以把它開起來 那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file read 我這邊有一個專案file read 這個 這個裡面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 我只要 第一個 還是先建一個空的list 那這個list 主要 這邊就要空的 空的list 記得就是這樣 一個中國阿虎 然後呢 再去把什麼呢 剛剛的這個檔案 開起來 所以以後的話 你在拍成要開某個檔案的話 其實敘述非常簡單 就是 把那個檔案 open 這個open 刮鬍 這個檔案 告訴他 然後後面的話呢 告訴他哪個模式 模式的話 如果你要讀的話就是r 如果寫的話就w 其實 檔案的存取最多就是 不就讀不就是 寫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去把那一行 因為只有一行 所以呢我們就把那一行給讀進來 你就可以用什麼readline 就是 讀 他這個地方讀進來就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那這個物件裡面的話有個方法叫readline 你可以把那一行呢讀到s 那特別注意喔 f f裡面現在是一個物件 指的是檔案物件 不是一個字串喔 ok 所以呢你要把裡面的 這個物件 檔案物件裡面的東西呢 抓出來的話 他必須透過一個方法 去把它讀出來 用readline讀出來之後 前面那個s 才會是一個字串 你不能直接把f當字串喔 如果你把它當字串你切不到 ok 那但是他讀進來之後呢 會是一連串的什麼 他會是一連串的一個 像底下這個地方 其實 這個是 s裡面的東西啦 他讀進來就像這樣子 一個字串嘛 但是我們將來要使用的話 這樣不好用 你要怎麼去拿到第幾個 比如說成績有這麼多個 那比如說我要第五個人的成績怎麼辦 那你就麻煩了 你就很難處理 所以你怎麼樣呢 可以把它再利用那個s S它因為是一個字串物 字串 所以字串裡面的話會有個方法 叫SPRIT SPRIT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它切割 切割 切割的地方你要告訴他 請你幫我在那個 豆點的地方做切割 那切割完之後呢 就幫我把它丟到 一個陣列裡面 因為這個地方我預設嘛 它是一個空的陣列 所以當你把它丟過來之後 他就切 放 有沒有 切 就放 有沒有放進去 一個一個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就幫你把它放過去 所以呢 這個 SCOVE在 你的記憶體裡面看到的結果 就是一個中瓜糊 裡面的話就一個成績 豆點第二個成績 豆點一直到最後一個 他幫你怎麼樣 切開來了 那以後如果你要抓第幾個人的成績的話 其實你就是 0 1 2 3 分別就可以 把它 直接就可以 再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最後就是把這邊先 先把 物件 這個 檔案物件裡面的東西變成字串 再變成陣列 那當然我們最後呢 還是跟什麼呢 跟我們最早練習的那個輸入成績的部分 本來是用手手動輸入的 那現在的話呢 不用了 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用讀取的 所以你會發現喔 就是本來輸入的部分呢 有一個File回圈那個部分就可以拿掉了 本來是一個File回圈 一個慢慢慢慢輸入 最後 輸入到結束就-1 你就怎麼樣 把它改成直接讀取 那直接讀取就直接輸出就可以了 所以讀進來之後 那一樣是一個陣列 我就 一個list 我就針對這個list去做 比如說他這個 班上有幾個同學的成績 然後總共 總分幾分 平均幾分 那就可以做一個改寫 好像上個禮拜也有練習一個那個啦 就是 讀取會員資料的部分 那在我雲端上面 有一個 哪一個 範例檔裡面吧 裡面我記得要有一個會員資料 那這個會員資料裡面的話 我有講過就是說你可以把它打開之後 那另外就是把這個 這個 這個下載下來 比如這個檔案呢你可以把它整個下載 那下載格式的部分的話 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兩種 第一個也許你可以直接先把它下載成Excel檔 那或者你可以把它下載成CSV CSV這兩種格式 那也許這兩個也許你都可以試試看 那當然呢如果你下載的是Excel的話 他是無法直接就Python目前我們所教的還是沒有辦法直接讀進來 除非你要加其他套件 如果說你今天下載的是什麼 CSV的格式 那就可以直接讀取因為CSV格式基本上裡面呢 跟其實他就是一個純文字檔 你把它按右鍵之後 那把它這邊有個編輯 按右鍵編輯或者按右鍵這邊有個Nordepad++ 其實 這個編輯是叫那個記事本 這個 這個是叫那個Nordepad++ 不過Nordepad++這個可能你要額外安裝 你的電腦不見得有 所以我用這個好了我用記事本來開 那開起來之後你會發現喔 他其實就是一個純文字檔 那裡面差別跟TSD最大的差別是他中間會幫你加豆點 最後的話呢幫你加一個換行符號 不過特別注意喔因為這個換行符號其實是有存在 只是一般的編輯器讓你看不到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比較完整的看到裡面內容 我還是建議你用裝這個叫Nordepad++ 如果你電腦裡面可以裝啦 我是建議你Google一下這個關鍵字 把它裝起來 為什麼呢 他跟Nordepad有什麼不一樣嗎 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個Nordepad++ 你把它按右鍵之後 像這邊還是看到是一樣的 可是呢 他有個功能叫什麼 檢視裡面 有一個叫特殊資源 特殊資源就是有點像照妖鏡 有些東西看不到喔 那你請你把 檢視特殊資源裡面有個叫所有資源 所有資源你把它點擊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會告訴你後面其實 這邊有沒有 CR LF 本來沒有喔 你用Nordepad++ 才看得出來 其實有很多的 檔案裡面 都有讓你看不到的東西 看不到不代表他不存在 其實看不到喔 但是如果你要看得到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 用一些方法吧 就像你身邊喔 可能有很多你看不到的東西 但是有些人看得到 有些人看不到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有的人看得到 有人看不到呢 可能還有裝一些軟體吧 看一下 但這個東西其實 主要就是 因為你後面有多兩個資源 這兩個資源 如果在Python裡面喔 這個CR指的就是 斜線R 這個LF呢 其實就是 斜線N 斜線N可能我們比較有印象 應該是反斜線 反斜線N 反斜線N的話 在Python裡面就是什麼 就是換行嘛 對不對 這個 反斜線R是 Return Return 然後換行 Return 所以他的後面呢 就有這些東西 那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因為後面蠻多資料喔 如果你要再 切割再切割的話 有時候你要丟到資料庫裡面喔 可能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這些細節 或者有些 小細節你不知道喔 你可能會處理資料 就會發生錯誤 因為這你就差人家一步啦 OK 所以我主要是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 編輯器的使用喔 裡面的話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 Nordepay A++這個 你記得喔 如果你要看到一些 看不到的東西 你可以讓他 顯示 一些什麼呢 特殊字緣 這邊特殊字緣 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其實我印象中 只要有一些 比較進階的用法 都會 會把這個功能給叫出來 那再來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按右鍵 我們先用編輯好了 用記事本 你另存新檔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他的編碼方式啦 因為我是從Google的雲端上面直接下載的 所以呢 他會是UTL8 但是你未來 假設說你今天是一個Excel的檔案 Excel檔你可以把它打開 其實Excel裡面呢 你也可以不藉由那個Google雲端 你也可以把它轉成CSV 因為 以後 假如說你想說 老師那我有一堆的那個 Excel檔 因為大部分資料都放在Excel 可是我希望把這個Excel檔 怎麼樣 把它拿來Python 給Python使用 或者是說給R使用 很多啦 其實 那你們要注意喔 這邊有個另存新檔 你在Excel裡面有個另存新檔 它同樣的會讓你可以存成CSV 這邊有個CSV 不過呢 請注意一下 我這邊把它存成 也許底下加一個底線好了 這個是Excel好了 也許就是 Excel Excel 兩個做不一樣 然後把它存在 也許剛剛 一樣的旁邊 這個檔 那你在按什麼呢 按右鍵 去把它開起來 按確定 那你可以發現 它最大的 它跟 這個是從那個 Google雲端下載的 這個是我剛剛另存的 你按右鍵編輯 你可以看一下 那你看到的結果是一樣 可是有個地方不一樣 你把它什麼 另存新檔的時候 請各位看一下 差別就出來了 這邊的編碼方式 雖然看起來一樣是CSV啦 可是如果從Google那邊過來的 它的編碼是UTU8 可是如果是Excel裡面輸出的 那就會是那個什麼 AMSI 讀取的 那個什麼呢 我們上禮拜最好有提到 如果你不同的那個 這個資料 有沒有 你如果說讀取 除了那個名稱之外 後面的話 記得 這邊有個encoding 有沒有 預設值可能 如果說你是用Excel裡面存的話 那你可能要把它改成什麼 CP950 否則你讀進來會是錯誤的 大概是這些 上個禮拜大概講的 我們 有講的這些東西 那如果細節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稍微把它 稍微再 複習 待會我們就是 把這個部分講完之後 再來我們講 字典 Dictionary 然後再來就是資料庫 請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對 還是一樣 因為Python 我覺得甚至比那個 那個什麼 Excel VBA 其實還更花時間 花的時間可能要更多 因為難度相對的 又更 比VBA可能還更困難一些 所以回去 一定要再動手做過 我們做過的練習 然後盡量如果可以 像 上一半有同學留下來 我看他有做一些變化題 如果你變化 每一種變化 你做出來的結果 都是OK的 那表示你應該沒問題 因為這東西 其實就是一層一層跌上去的 如果你有一些地方 可能 回去沒有練習到的話 會慢慢會感覺 好像越來越來越遙遠 越來越 會越來越容易 聽不懂 所以回去 假設啦 有一點點已經跨跟不上的話 我是建議回去 可以把那個我們論壇 論壇裡面的那個影片 因為今天是第九次上課 你可以再把前面八次 再回鍋聽一遍 聽完之後 也不是讓你一直聽啦 你聽十遍有時候不如做一遍 有沒有 聽一遍之後趕快動手 有時候你動手做出來 才是真的紮紮實實的 所以有時候當然盡量還是 就是 聽完然後動手做 那當然有問題可以再提出來討論 因為今天第九次嘛 所以我們第18次 我們會有一個那個成果發表 所以 各位可以那個 這東西真的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沒有那麼困難 其實真的就是你只要掌握 該掌握的東西 然後最後記得把它串連在一起 就可以做出你要的東西 這一點 請各位 還是 稍微在 留意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程式是這樣啦 他真的 就不用 把他這個想的太困難 你只要真的 該學的 把它學起來 像檔案讀取 你會發現 流程都一樣 將來如果你有些地方不會 你就回頭看範本就好了 他一定要檔案讀取 file 他一定有個open 可能前面f等 open什麼東西 哪個檔案告訴他 存取的方式 R 讀取 然後頂多是多一個那個編碼方式 encoding OK 那其他的話我想 大致上都雷同 毛巾